侯友宜他去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演讲 叫做3D防务 3D防务呢 他就讲到了赫族的理论 然后他也讲到强化连岸关系 绘化的重要 然后第三个他讲到了降低路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9月18号美国时间 侯友宜到达华府 布鲁金斯研究所 然后又到AIT总部 那更重要的他也面见了国会议员 多位国会议员 就是说他这三项形成 那事实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对于他的重视 但是我必须要讲 当年马英九去华府 当年蔡英文去华府 当年朱立伦去华府 就是说这一些人 尤其是蔡英文自由可以进出白宫 那当然郭台铭在当年也有进出白宫的记录 他跟特朗普会灭 也跟白宫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也会了灭 那换句话说 从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层级算蛮高的 这一次我们就要看 侯友宜在华府的剩下两天的时间内 能不能够见到前众议院的院长 陪洛西 还有包含 美国白宫官员 尤其是国务院国防部白宫 相关官员愿不愿意接见侯友宜 这个是侯友宜此行重大的突破 至于说侯友宜可不可以自由进出白宫 还有一天的时间 大家就可以等着看 但是我们在这里先讲 侯友宜他去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演讲 叫做3D防务 3D防务呢 他就讲到了贺主的理论 然后他也讲强化两岸关系 对话的重要 然后第三个他讲到了降低风险 那当然侯友宜讲的这一些 全部都是幕僚帮他炒弩的 他也没有脱稿有出 因为他稿件的原文已经公布在网路上面 虽然布鲁金斯研究所这一场是闭门会谈 但是实质上我问了我美国华府的朋友 所谓华府的朋友 他们大概都都是记者 他们是跟我讲 这一次侯友宜到华府 的的确确是非常的盛大 也非常的隆重 那至少罗森伯格也好 至少美国国会议员也好 还有相关 相关智库的研究员 他们都 接待了侯友宜 那甚至于我的朋友葛兰宜讲 他说侯友宜是有备而来的 当然这些都是他华府活动的状况 那有人也把他在华府活动的状况 他传了一支影片 就是看侯友宜他走进会场 然后频频的跟很多人握手交谈 那这些影片当然这些都是场面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过来 侯友宜到华府他谈美中台三边关系 他甚至于谈到两岸关系 他提出了所谓的贺阻理论 那事实上台湾对于贺阻理论 是完完全全的勿用 那贺阻理论之所以产生 如果各位去看过奥本海默那部电影的话 就是说国际间的很多的国际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 那这部片子都已经提到 那其中相互毁灭 保证相互毁灭 第二级的概念等等那些贺阻理论 通通都是从合成武器运用的那一天 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那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所提出所谓的贺阻 一个只有常规武器的地区 你可以运用常规武器去贺阻核武国家吗 就是说我们现在老是把很多战略 基本的观念你完完全全的都易用 那其次讲到对话 你讲到对话 你还不如说是强化两岸关系 就是说你这个对话的前提 你要讲清楚 那第三个降低风险 那降低风险那就是逾战 好就是一般人经常讲 备战就是避战 那你说两次海湾战争 好两次海湾战争 伊拉克都是备战 他能够避得了战吗 就是换句话说 现在关于两岸关系 真的是搞得错综复杂 我们一方面要顾及到美国 所谓的贺阻 就是向美国买 买军备 那美国去买军备 可以 但是美国卖给台湾的东西 符不符合台湾自身战略的需求 我们过去讲 自空自海反登陆 空中防卫 海上防卫 跟地面防卫 好 现在要变成贪暗决战 跟众生决战 那请问台湾的众生是在哪边 台湾还有回旋的空间吗 台湾的空域水域都那么的狭小 它根本没有回旋的空间 路上也没有回旋的空间 你路上真的发生贪暗决战 进入到内陆的话 我想请问 台湾的居民要撤到什么地方去 它不像乌克兰 还可以撤到波兰 可以撤到匈牙利 但是它能撤到哪边去 所以就是说 关于这一些的理论 美国它要训练台湾联兵营 就是一个营大概到2025年 那事实上大家都已经谈了很多 就我所知 美国老早就跟台湾的特战部队 台湾的空军部队 就是相互训练 甚至于台湾的空军 还可以去参加美国的红旗军演 就是说这些都是过去都在手 只不过现在美国把它给强化出来的 说在圣地雅各 它要训练台湾的所谓的联兵营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美国老早就在2010年 在黎明散极 就是说它训练日本自卫队的时候 台湾的军官就已经有加入 只不过那个时候都是军官 那现在就慢慢训练到士兵的层次 它训练到士兵的层次 它也只不过告诉你 众生决战 那众生决战就是都市城镇战 都市城镇战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我都抢过 为什么 就是说都市城镇战它有四个要素 第一个发现目标 那发现目标你要靠什么 靠无人机等等那些 或者靠微信 那第二个你通讯网路不能中断 当你通讯网路中断的时候 你只能够盲目的去找目标 或者发现目标 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就非常重要 这两个才是重要的关键 各位去看 伊拉克在第二次海湾战争 之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向战也好 城镇战也好 就是它整个通讯系统都被摧毁 所以双方沟通联络不易 你要发现目标 寻找目标 然后通知相互掩护的部队 或者是单位都不可能 这个是第二个 那你第三个 你的弹药存 那更重要的是说 你的防御 你的防御 或者打击的范围 你要有多少 第三个 那第四个 奉行之力 那换句话说 各位不要去小看所谓的众生防御 那众生防御 根本来讲那是野战军团 野战兵团 他们运用的战术 那你把它弄到所谓的都市城镇战 那台湾哪有什么回旋的空间 哪有什么众生可以让你回旋 所以这一些 现在侯友宜去的 他讲的这一套 大概基本上是 嚇阻对话降低风险 但是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一个中国 九二共识 你要不要提 你的版本那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侯友宜在华府 他虽然受到美国的重视 然而 美国现在对台湾的政策已经非常清楚 就是三个 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 第二个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惊吓 那你第三个 如何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 其实美国给台湾的大概就是这三个目标 那换句话说 美中之间他也不想冲突 但是他一定会拿台湾当做棋子 来牵制大陆之用 那这一点就是说台湾未来的 不论是赖清德 不论是柯文哲 或者是侯友宜 还是郭台铭 他们都要面对 类似的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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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